東南部海域今天凌晨到中午之前已經連氣震了 氣象局有最新說明 它會累積能量並且釋放造成地震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原因所引起的 那就後續的這個余震活動來說 我們預估不排除未來一週裡面 還會有規模4以上的這個余震發生 那氣象局會持續監控這個地區的地震活動 如果最新消息會立刻向大眾來公布 謝謝 主要還是在蘭嶼這一帶 因為看起來其實過去這個地區 偶爾也會有地震活動 大概都是在今天地震發生的這個 就是蘭嶼這個島嶼的為中心 大概周邊二三十公里這樣範圍 過去歷史上也發生過不少地震 但是像今天這樣子到接近2.9起的話 是不是比較寒靜的次數 對這是過去比較少見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會持續嚴密監控這個地區的地震活動 先前有類似規模的地震發生過嗎 有啊 在這個地區過去歷史上二三十年 紀錄來看其實都有規模五甚至有六的地震發生都有 就是歐亞大陸板塊像東引墨的話 會不會牽連到台灣本島一些斷層或是板塊的移動 基本上在台灣地區其實各地方的地震活動的形態不太相同 那這個地方剛好是借在 其實是歐亞大陸板塊像東引墨到菲利班板塊的時候 引起了一個造成一個火山倒弧 它其實是從呂宋一直往北延伸 經過蘭嶼綠島 那在這個系統來看的話 有這樣子一個潛部的破碎帶持續的蓄金能量釋放 造成地震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一個形態 只是說相較於花東來看 這個地區的地震活動次數就不會那麼多